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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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這裡是鄧雄说法 歡迎各位收看 今天邀請到知心律師鄧雄先生 上來跟大家分享法律知識 而今天我們要講這個主題 很多華人都會很關心就是這個 這個賭成通緝令 大家都知道華人都喜歡賭回兩手 賭成也是很歡迎華人朋友 因為華人朋友夠豪爽 而且很喜歡磨爛隻 如果有些華人是真的借了錢來賭錢 但他又無力償還的話 就有可能遇到這個賭成通緝令 不過鄧律師 我不明白了 你說欠錢不還 最多是民事 為什麼要出到通緝令呢 內閣達州來說 因為他是保護賭場的利益 在1983年的通過法規來說 就是假如民眾向賭成簽稅 一個叫做Market 是簽款的支票 在45天之內 你不還錢的話 他可以交給檢控官 提出刑事的指控 這個當成跳票 我們一般知道 如果你開支票 不跳票的話 屬於刑事案件 同樣的是 內閣達州來說 如果你簽個Market 你不夾時還錢的話 一單是刑事起訴的話 便會變成刑事案件 那不幸運 因為這個賭成通緝令 真是被逮捕了 應該怎麼辦呢 很多時候來說 一單是起訴的話 他又將通緝令放上去 這種情況之下 如果你入境的時候 譬如被警察攔低的話 他馬上知道 你在內華達州有個通緝令 當地警察可以將你扣住 或者引導你到內華達州 上行受審 在過程之中 有兩到三個星期 在路上去監獲 去到那裡的話 如果你馬上還錢 案件會撤銷 如果你還不到 對不起 你會扶發做義工 去懲罰你 聽起來 似乎公檢法的國家機器 都齊齊來幫賭場收訴 民眾要注意些什麼事項呢 很多時候來說 你知道 如果萬一收到賭場來的話 你還可以跟他談談 分期付款的方法 一單止你不理會的話 這種情形的話 他放棄的通緝令去的話 就變成刑事案件 一單止你要交 全部欠款交還 還要交發引渡費用 同時來說 一單止案件撤銷的話 你還有個犯罪 大捕紀錄 鄧律師 我知道過往你處理過 上百宗這些賭城的案件 其實你有什麼鐘谷 可以給到我們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可以幫助他們理性賭博呢 是的 其實來說 我們處理這麼多刑事案件 四分之一的患人犯罪案件 都是因為賭博而引致的 很多時候 一單止有賭博的問題 一定要尋求人士的協助 想辦法勸奸人 千萬不能夠以賭為生 大家都記住 小島移情大島傷身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 多謝各位的收看 下期的同一時間 我們繼續聊